猜猜这是什么 对,土豆 马铃薯 这都是 这都是 马铃薯 马铃薯呢 这个部位有很多的马铃薯 因为它土层比较浅 也比较坚硬 所以呢 去年种的时候 收获的并不太好 收获的不好 所以很多呢 小的马铃薯就留在地里 这个不是今天种的 是去年留下的 所以马铃薯 残留的马铃薯不用理它 它可以过冬 然后就不断的这么生 那么呢以后土多的话呢 Compost多了之后 会加厚土层 那么 收获呢 这个马铃薯会好一些 这个地方土层太硬 太浅 今年倒是种了一些马铃薯 通过发芽的土豆 也出来了 在这个位 就是这个 发芽的马铃薯 这里有些呢是发芽的芽子 种在地里 长出来 有些呢是土豆 发芽土豆连土豆种在一起 这不是 都出来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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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镜头里的这个 这个 小枕叶 这个叶菜的这个是 Cale 去年掉落的种子 以后呢 刚才 就说 像这些土啊 今年雨季来临之前 希望都给它 割刷上 Cale的种子 那么呢 来年这个时候 这个地方应该都是被Cale 覆盖了 那就会比较好 保湿啊 保温啊 夏天的降温啊 都是非常好的 这就是浑中的理念 覆盖物 浑中 裸露的 土土地不好 裸露的土壤不好 尤其夏天蒸发量太大 蒸发量太大 嗯 明年希望这些 土呢 全是Cale 落落土 全是Cale 好 这是马铃薯